我弟弟死了 你还帮着他们 我没有帮着他们 楚慕 我真是没出息 说好了一刀两断 柔儿 柔儿 这次东宫犯了大错 不 陛下定会禀宫处理 是什么诸王 燕泽坊也好 让他们统统见鬼去吧 我们把以前全忘了 以后开开心心的 好不好 楚慕 我知道 我以前 做了很多不好的事 可是我们都在 遗忘殿情走过一遭了 难道还不知道拥有一个 重新开始的机会吗 还有我跟连二 真的没什么呢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哪儿受伤了 我带你去猜 楚慕 到底怎么了 你自己的肚子 你也记得我 你怎么说 你这么说 我说我是一个人 걷 还真你 你不要与我 你怎么说 我怎么说 你自己的肚子 没那么多 但是我们 好 我不是让你躲起来了吗 你不是躲起来了吗 不是躲起来了吗 你怎么躲在这里呀 你大概才会迷恋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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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啊 起来 出去 丑木 走开 出去 大哥 替你保重 我杀了你 楚慕 楚慕 你不要闯动 让开 等陛下回来 随缘 自会得到处罚的 我弟弟死了 你还捧着他们 我没有帮着他们 不管是谁杀了楚慕 都应该查清楚再说 楚慕 你这样动用私心 一定会被刑部追究的 你想想韩王妃 她就是没有得到公证的神絮 所以才被冤杀的 当我查完了志祥 你 我就杀了你 于是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太子竟然受了梁王蛊惑 要囚禁汉王 这个颜子方 怎么现在才松心过来 颜子方能打听到如此重要的消息 并派人送信来 也算是尽力了 陛下 此事要早做定夺呀 朕 要回去看看 恐怕来不及了 今天是初九 如果心上说的是真 恐怕此时 韩王已经被 陛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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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上皇驾崩之前 再三嘱咐朕 要信任太子 保护太子 先后临终前 最牵挂的也是太子 朕 把监国的重任交给太子 就是想让他知道 他永远是朕 最信任的儿 是大唐的储君啊 可是他为什么 还是不肯放过韩王 为什么 京王顾仁伦 要对付自己的亲弟弟 陛下 陛下 保重龙体呀 是啊 尊敬 这位 是 有 有 是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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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